13年来,每当圣诞佳节来临,世纪青少年交响乐团的孩子们都会到世界展望会总部及多个社区老人中心一眼,希望用音乐把温情和爱心传播到社区,以及世界各地因自然灾害而遇到困难的儿童。 世纪青少年交响乐团举办了第13届募款音乐会,为印度尼西亚地震受灾的学校和孩子们募捐。 本场音乐会有40多位华裔子弟参加表演,他们来自附近几个城市的小学、初中和高中。 音乐会的节目包括交响乐团演奏世界名曲、钢琴小提琴合奏、三重奏、钢琴小提琴伴奏南高音歌唱、架子鼓伴奏演唱、舞蹈、现场表演科学试验、圣诞新年歌曲等精彩节目。 乐团中的孩子大多数是华人后裔,从小学到高中不等,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下,每年8月到12月利用周末及感恩假期练习。 不仅练习兴趣所长,还自己制作网站、表演传单、节目单、电脑换灯片,培养自己参与社区活动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奉献社会的精神。 十多年来,默默地奉献他们的心力,希望用音乐把温情和爱心传播到社区及世界各地因自然灾害而遇到困难的儿童。 今年音乐会的共同主席是Oscar Pong、Denry Chen和Cindy Liu。 孩子们自己主持,向观众介绍了世纪青少年交响乐团,乐团网站和本次募款捐助的灾区人员伤亡和受灾情况。 孩子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音乐会共募款16,731美元,全部的募款将捐给世界展望会, 并由该组织全部转送至2018年8月5日和9月28日印度尼西亚因地震受灾的学校, 帮助灾区的儿童重建家园和学校。 从2001年开始到目前18年了,我们有募款活动是从2006年才开始。 世纪青少年团的小朋友,他们是从小学生一直到高中生。 那参加的小朋友呢,基本上都是会一点点音乐的乐器, 那不同的表演这样子展现说他们不同的才艺来帮助, 来募款,来帮助对方的小朋友能够受到我们的关爱。 Today we are gathered here for WRCM's concert. WRCM was founded in 2001 by a group of students loving music. We do WRCM because we wish to hold a concert in order to raise charity for those in need. Today we are gathered here because we are trying to raise charity for the Indonesian earthquakes.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